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 让我们来继续探讨更像耶稣的亲母的心 让我们先来念一节经文 记载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只要世人知道你拆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从这节经文让我们延伸 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神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持续享受到与他的甜美团气吗 在上一周 我们讨论过把时间分别为圣 与神交通的重要性 让我们向前跨一步 很大的一步 继续深入的探讨 如果我们每天持续与神交通 那么是否就能够分分秒秒都住在神的同在中吗 这种程度的甜蜜是可能的吗 罗伦斯 罗伦斯 弟兄曾经思索过这个问题 他写道 罪心于拥抱耶稣 罗巴赫 一位美国的宣教士 他是向文盲传扬福音 教导他们识字 并把福音带给他们 他就针对这位 罗伦斯 弟兄的这句话 就在他的日记写下 我们可能时刻与神同在吗 在清醒的每个片刻 在他的怀中露碎 又在他的同在中醒来 这个境界是可能的吗 我们能够时刻遵循他的旨意吗 能够时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吗 每时每刻 我们能否把心思意念拉回到主的身上 好让神一直在我心中 我决意以此余生 作为实验来探究回答这个问题 他在45岁的时候就立定志向 要过一种生活 怎么样的生活呢 就是持续与神保持对话 内在的对话 并完全遵循神的旨意来行事 他做到了吗 在这里我就栽录一些 他日记中关键的记录 1930年4月18日 他在日记中这么写 我已得偿与神团契的美妙 凡是神所厌恶的都显得很不协调 今天下午 神的同在充满我心 这种喜乐是从来 从前从未经历过的 与神如此亲密 神的爱如此奇妙 让我觉得全人仿佛沉浸在蒙福的满足中 1930年5月14日 他又写道 与神保持不断的交通 让他成为我所思所想的对象 成为我谈话的同伴 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最为奇妙的一件事 这是真的 我还没有办法持续半天 至少现况是如此的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 会能持续一整天 关键在于操练自己 养成新的思考习惯 日记中继续写道 他不断进步 全然而持续的降伏在神的面前 心境的改变等等 洛巴赫的心灵之旅美妙吗 我们能够无时无刻 与神保持那样的联系吗 这样的目标是否切合实际呢 是否可行 或是你认为与神保持不间断的交通 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甚至根本是一种奢望 无论你对这个洛巴赫的看法如何 你不得不赞同他的观察 耶稣享受与父神没有打岔的相交 如果我们要向耶稣 就必须要努力的效法耶稣的这一点 耶稣与父神的关系 远比每天碰面 更为深邃 救主总是清楚知道父神的同在 请听他所说的 主耶稣自己说的 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样做 主耶稣又说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耶稣的言行举止 每每都有父神的指引 他的话语 深具传译者 或者是翻译官的精髓 你认为父神会 期望我们也如此吗 当然了 保罗说我们已经被神 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容我提醒您 神爱你 就照你目前的光景 但是神却不想让你 原地踏步 依然顾我 他希望你像耶稣那样 他渴望与你有同住的亲密 就像他与他的儿子那样亲密 神用几幅图画 描绘出 描绘出他心中的亲密关系 是怎么样的 第一幅图画就是 枝子与葡萄树 在约翰福音15章5和7节这么说 让我们一起来念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神希望与我们的亲密 就像枝子与葡萄树那样的亲密 枝子是葡萄树的延伸 不断的从葡萄树那里汲取养分 枝子一旦离开 脱离葡萄树 那就必死无疑 第二幅图画是电 上帝也用电来说明 他心目中的亲密关系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这么说 岂不知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神不是个访客 不是每个礼拜天 星期天早晨 到我们这里来 然后崇拜后呢 他就匆匆离开 不 神呢是停留在我们心里面 持续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与我们同在的 这就是电的比喻的这幅图画 再下来我们来看 婚姻的一幅图画 圣经中的第三幅景象呢 是婚姻的比喻 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是与他连接的 这比喻表达出 我们与主的交流 是永不仔细的 建成的福音呢 是有留住的感觉 丈夫与妻子留住在彼此的心中 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们有时呢 是带着喜乐到上帝的面前 有时呢 是带着伤痛 但是总是要来到他的面前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更多来到他的面前呢 就能更像他 住在一起的人呢 久而久之呢 声音啊 语调啊 甚至思想都会越来越像 我们与神同行 效法他的意念 他的原则 他的心态也是如此 时间久了 我们就会越来越像 我们的父神 第四个比喻呢 是牧羊人的比喻 那牧羊人的比喻 我们都非常熟悉 圣经中有许多地方啊 都称为我们 我们呢 是神的羊群 诗篇一百篇三节 也这么说 我们是他的名 也是他草藏的羊 牧羊人与羊群呢 是寸步不离的 好牧人呢 是绝对不会离开 他的羊 神与你如此亲近 就像葡萄树 与猪子一般 住在你里面 就像神住在殿中一般 亲密就像夫妻一般 专注于你 就像牧羊人细心照顾 他的羊群一般 神希望和你亲密 就像他和基督那样的亲密 那么要怎样才能 活在神的同在中呢 我们要如何呢 熟悉神的声音呢 所以最后呢 我就略略的 简述有几个建议 第一呢 是把睡醒时的心思意念 交给神 面对一天的工作之前 先面见天父 以祷告开始一天的生活 将一整天交托给父神 第二 在神面前有段等候的时间 在静默中与神共处 神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认识神呢 是在神面前静默的果实 第三 向神默道 无论何时何地 都可以向神做个 简短的微声祷告 一生中 我们有许多零碎的片段 比如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排队 等红绿灯 不管你是路人 要过马路 或者是驾车的 等路人 走过 找东西 我们常常都找东西 为何不善用这些片段呢 把悄悄话告诉神 简单的片语 例如 天父感谢您 哦主 求你掌管这个小时 父啊 求你怜悯我 主啊 求你帮助我 等等 常常与主有简短的 亲密的交通 第四呢 是把疲惫的心思 谢给神 最后在一天的结束 把你的心思意念 专注于他 像你开始一天那样 结束这一天 与神共话 为美好的 向他感恩 艰难的部分 交托给主 寻求他的怜悯 支持他的力量 如果祷告时 不小心睡着了 那也别担心 有哪个地方 比天父的怀抱中 更稳妥啊 愿我们都对天父 有个寝慕的心 最心于拥抱 主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 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赐下 耶稣的榜样 勤慕你的心 愿我们也能持续 与主保持内在的对话 愿我们能效法基督 完全地遵循 你的旨意来行事 愿我们在我们的 每一天的生活中 都寻求主 你自己的同在 都操练主 你的同在 我们如此祷告 奉靠救主 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